各位早晨,如果是英國的觀眾,就不是早晨晚安 英國的觀眾大概只看到這節晚上九點半 香港的觀眾,你看到這節的約莫就是清晨四點半 歡迎各位收看這節的節目 但有一個家庭的事,我一定要先做一做 其實我先講明在先,以後每一段留言都會編的 我先講明,我不歡迎星期二德道、八八掛掛 港產會館和MyRadio的觀眾在這裡留言 訂閱,你訂了這四條頻道,就不要留言了 我一定禁止你,訂也不要訂我這裡 我的政策很清楚,我不想我的交易跟他們有任何關係 這個我的法律很清晰 我的交易質素管理很清楚 因為星期二德道,分明是違反Google的法律 是很清楚的 Google是有責任停了他的SNS帳戶 我再講多次 廣告商也應該投訴 沒有人比Tony川那樣的玩法 但很明顯就是星期二德道的部分的訂戶是機械人 我看得很清楚,我出篇了這樣的東西,你還要留言 不斷去回答別人的話,要不就是你發閨門 要不就是你電腦機械人,你電腦機械人就不會看那些東西 就這麼簡單 你這樣講香港的那些,即是講香港的那些YouTube 那些消息有多少人為manitary 大家心照這些 好的,回到正題 這一次,今天5月8日母親節 母親節 母親節就有幾件好人很驚訝的事情 愛爾蘭的流行組合U2 就在基庫的地鐵站現場 因為基庫地鐵站現在是防空洞 他扮演防空洞的角色的同時 他唱了一首歌就是Sunday Birthday Sunday 我想Sunday Birthday Sunday 聽過YouTube的歌都知道 那首其實就是Trouble期間的歌 Sunday Birthday Sunday Sunday Birthday Sunday 這首歌是1982年左右的作品 因為他講YouTube是博愛爾蘭的樂隊 一定是講到有關IRA的事情 即是有關1982年Trouble期間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我有機會 如果有興趣 有些人可以講這些北外歷史的事情 接著去到加拿大手上少到很多 加拿大手上少到很多 訪問IPEED 去IPEED打卡 去到最重要的是 拜登的夫人在烏克蘭西部的城市 去見烏克蘭的第一夫人 因為烏克蘭的第一夫人 是以安全為理由的 是不是基庫的 因為大家知道基庫是什麼地方 即是 現在基庫基本上是解圍 但是不代表是安全 我猜遲下才會有可能回去 所以拜登夫人訪問就不是基庫來的 現在就很清楚 他就是烏克蘭西部的城市 相對安全的城市 這個安排都恰當的 即是 即是有些人說 為什麼不拜登過去基庫 美國第一夫人去烏克蘭西部的城市 見烏克蘭的第一夫人 和拜登去基庫見責人司機 兩件事 接近烏克蘭西部的地方的安全 基本上北約是有把握的 因為基本上那些地方 其實是北約的火力探戴範圍 即是如果你俄斯發瘡 走去射長航導彈的話 那沒事的 那你威脅到美國第一夫人安全的話 就射外國人進來 沒事的 即是你可以射外國人 總之北約是有辦法去保護到 美國第一夫人的安全的 這個是沒問題的 基庫就不是這個故事 基庫 不好意思 基庫 基庫是危險很多的 所以有人問 為什麼拜登不去基庫見責人司機 不是時候 真的不是時候 我猜國務卿那些都可以過去 但是如果有美國總統 如果有三長兩短的話 那個就真是核戰的 大家可以記住 核戰危機級別的 這個不同的 這個都反映了美國對這個 烏克蘭西部的防務 都有一定的把握 這個就很肯定 例如說拜登走過去就不是那回事 拜登走過去他不是那個射程 未必有足夠的火力支援 你不能夠 百分百保證總統的安全情況之下 就不應該放過總統進去 很簡單 那件事很簡單 很簡單 所以說總統不會過去很正常 這個 只有軍武才會怎樣 不會顧及別人的安全 還可以顧及別人抄襲 這些真是爛仔 除了這些都是這樣 但是 我想 這個五月八到五月九 明天就 這個二次勝利紀念日 二戰 不知道我才會想怎樣 但是這個其實 這個示威味道很濃 加拿大和美國就告訴大家 就是我們不怕你 你怕誰 誰救我 其實就差不多 說明就是除非你玩核 否則 我不怕你 你連美國總統夫人都可以 訪問 烏克蘭如日無人之境 你怕什麼事 是不是 這個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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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歐盟的影響 就是還在 其實就是 德國總理蕭凌智會過去 就是 不知道蕭凌智會過去 因為明天 G7 開視像會議 就 就 照計 就去不了 基庫的 照計 除非 他在基庫開視像會議 零計 我估計 他遲下可能會 可能會 但是 今天 因為今天其實是有電視講話的 蕭凌智 蕭凌智 說 就是說 那個 對德國的外交政策 那個 需要武裝 那些問題上 他發表了電視講話 所以其實蕭凌智是要安愛 先安愛後讓愛 都很明顯 所以 你現在 可以看到的 就是 應該西方的領袖 基本上都當你 俄國是隱形的 應該 這個也都反映了一個戰況 有幾件事是令到 西方國家普遍都覺得 其實只要 比較武器 真的有機會贏 這場上 就是 會不會喪到 走去 打黑赤海峽 大橋 我不知道 但是 至少就是 有幾個 有幾件事 告訴大家 就是 螺絲 真是 主力 仍然未出 那些 第一 就是 T-90M被開罐 T-90M被開罐 反映的一件事就是 如果 以量產而 T-90M已經是最精銳的坦克 但是最精銳的坦克都仍然被完整開罐 就是 你的設計是流的 那些人說 有T-14 T-14 出不了的 T-14 第一 你沒有零件補給 第二 肯定有很多騎的東西 你被人開罐得更快 就是 T-14 T-14的設定很接近西方 就是 炮2 或者是 美國的M1A1坦克 那些水平我明白 不是那一回事 不好意思 他沒有人產 他有1500匹馬力 炮塔設計 接近西方的現代化設計 沒有人產 沒有人產 美國人產 有什麼好做 而且他還蕭有 他就像美國人那樣 玩 這個 玩 Gas Tramp 就是 玩 Wallon機 你怎樣 你補給哪裏支援 那些是美國才能玩得起的 為什麼炮熱仍然是柴油引擎 很簡單 柴油比較容易補給 說完 容易補給和不容易補給相差很遠 所以 這是第一個 美國看不起來 第二 就是 你看看卡爾科夫那大的戰事 卡爾科夫 基本上 現在俄國是退的 現在 正在退的 基本上 卡爾科夫那場仗 應該打不下去 如果他不退 他不炸橋 基本上 烏克蘭軍隊 會 包圍他 他會逐個包圍 就算頓巴斯也可以放棄 我覺得 烏克蘭軍隊 最後要保住 克里米亞 你頓巴斯打不成 如果突然 頓巴斯完全 兵敗如沙刀 很正常 就算原本被佔的 民兵佔的 那些區域都隨時有了 很簡單 因為 你的補給打不成 他一定是找最有價值的目標防守 所以 那些人說 那些人好像經常問 我問 我什麼時候幫助馬立波 你切斷了北部 那些補給線 馬立波 其實馬立波 等多一會 馬立波 如果一些平民 老日平民 退 撤走 基本上 馬立波可以捱多一會 因為 你沒有平民的故事之後 現在你明白 為什麼我經常叫大家 那些沒有作戰的 那些人在香港那些人走 我叫大家 我叫大家平民百姓走 就是這個原因 老實說 你平民百姓 如果我是壓迫營的人 我也希望 那些富裕全部都走 我打得爽手一點 我不用顧要你們安全 但是我動也動得爽手一點 這個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都不明白這個道理 怎麼動得爽手一點 你要動得爽手一點 很簡單 你的平民百姓退了 我就動得爽手一點 簡單 你卡爾科夫開始退卻 接著你 MT90M又被人打破 開了罐頭 你基本上 你離來離去去 你現在 蛇倒就是這樣送頭 你這樣 然後那些指揮官 因為前線進去 那些指揮官逐個被人被拒 因為蘇俄國的體制,他的指揮權不會下放給下面的軍人 結果下面的人上來的新子,更加沒有指揮經驗,就更加死得更快 更加缺乏作戰,缺乏作戰和指揮的人有用 所以西方看到,其實明天美國將大事故發回基府 我想烏克蘭第一夫人都應該很快會回到基府 當然他們有安全檢測,這樣搞下去的話 其實西方告訴普京,我真的不怕 甚至頓巴斯決戰,我也看到沒有勝算 我不知道明天普京想怎樣,但問題就是西方的態度很清楚 頓巴斯之戰,都應該是烏克蘭贏的,贏面很大 當然你什麼時候提供最新銳的坦克那些 我覺得要奉獻的那些,也不是馬上可以用到的 但是你越來越多新銳的武器到齊,情報又到齊 例如M777流彈炮,要是卡爾科夫一出 整班人,你為什麼卡爾科夫退得這麼快? M777流彈炮是正確打擊武器的 你全部都在附近射進化圍,走也走不及 嚴命長 我的炮就不是正確打擊,亂攻打的 猶太墳場都可以打爆,神經病 我剛剛也看到消息,猶太墳場都被俄軍那些炮貨集結 我心想,你沒事啊 你習近平的炮貨集結就變成了 你普京的炮貨集結就變成了 這樣也可以 你這個二次大戰 結出77年紀念日之前,你打爆猶太墳場 你沒事啊 你看到俄國打到圓七八糟的時候,你就知道 大局已去 所以現在大家就打卡爾科夫 當然大家想盡快這場戰爭解決 還有 也是一件事 你說頓巴斯,我現在看頓巴斯也未必是硬仗 頓巴斯 因為真的打得太吵架了 但是很可能真正的硬仗就是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就真的是肉血戰 因為 對於我而言,連克里米亞也沒有 普京就真的屁股不暴 因為頓巴斯的兩個 就是兩個 勞金斯克和頓 頓外治克兩個 所謂的共和國 那樣子也未正式拼入和斯聯邦 始終 那樣子也是一個半戀勢力 普京都不是說失去土地 但是如果克里米亞沒有了 普京就招待不了 因為你真的失去了土地 那普京就大件事 所以你說 你說明天越兵 就是烏克蘭給越兵 就是炸毀巴里米亞大橋 我不知道 因為你要炸毀條橋 可以不可以 也不認識 這個我不評估 但是 你看到西方就很清楚 西方就是不單支持烏克蘭 而且是 它基本上就是怎樣 西方告訴大家 就是我不怕你 你打常規戰爭都沒有用 你除非玩核 有問題就是普京不會玩核 因為玩核一定遭到很大的反對 玩核的話就逼軍方政變 我看就是如果他真的玩核 軍方就會被逼政變 因為沒有人想含包省 俄國的民族主義沒有瘋到含包省 中國走硬我 中國比較硬 中國就會有這個瘋狂水平 俄國未去到這麼瘋狂 俄國差一點 差一點 所以你說這次美國第一夫人 美國第一夫人突然訪問烏克蘭 你又不要想到 拜登短期內訪問幾乎 這個比較硬 但問題就是 美國對西部戰線的信心 都應該挺實在的 烏克蘭西部 基本上我再炸也炸不了 他選得不好 如果有更多的防空系統部署 即是等於租借法案 你租借法案 如果你說部署更強的防空系統 令到你的導彈 那些困難 你基本上西部打不到 西部打不到 基庫打不到 如果你說開始反攻 如果你說卡爾科夫解圍 你跟著一直打下去 其實我覺得 很快頓巴斯 甚至會隨時會忍耐出來 因為你打不到 你沒有實力打 你看到他沒有實力打 而北約已經基本上控制了戰場 北約 其實這件事告訴大家 美國很有信心 北約基本上控制戰場 現在就看看 我可以捱得多久 現在我可以解釋開放水貨 譬如你說 平衡進口 這件事 很過癮的 平衡進口那件事 我猜很多中國公司 會想著做好好生意 殺頭生意 有人做 看看你怎麼交收這些錢 但是如果 真是有中國公司 走去走私 所謂的水貨也好 其實走私 走私西方的物品 特別譬如晶片那些 給俄國 給美國間諜衛省周到 我告訴你 後果很不同 中國會被制裁 會被宣傳 我現在不斷開放 說可以用水貨入口 你知道一件事 就是 印度未必這麼勾去出口的東西 印度最多是怎樣 保持綜合 但是印度不會勾到 容許走私的事情發生 因為 第一,印度沒有接任邊境和俄國 第二 印度也不敢賭 因為他要西方援助 靠抗中 他不敢完全買 死一邊 但是中國是很難說的 中國的商人很難說的 所以 如果你突然發現 有大批 不尋常的商品 譬如在香港 你現在 關封到這樣 然後突然在香港採購一堆東西 然後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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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我隨時被人制裁賣就不奇怪 因為香港海關不會看東西 所以你問我 會不會 俄國的制裁延延到香港 這個機會不小 你有什麼奇怪 你現在在俄國開放水貨的時候 其實俄國開放水貨已經強好之末 俄國開放水貨就怎樣 就是它的經濟活動已經完全減不了 它已經是 特別的 譬如說 譬如晶片那些東西 它已經減不了 而且 它已經影響民生 譬如沒有了些汽車零件 或者沒有了些測試器的零件 但是如果你沒有了零件的話 你擺街上收你 你會慢慢影響民生 或者譬如你貨車沒有零件收你 你貨車沒有零件收你 你貨車沒有零件收你 就糟糕了 貨車沒有零件收你 你會出事 你沒有東西混東西 結果你那個後緩人要去江湖 你現在明白這些制裁的意思 那些熱狗說制裁有什麼用 現在告訴你有用 熱狗那些現在很喜歡 說什麼都要做 它要即食 它要當那些人生神 最討厭這些 今晚第二節到這裡 第三節 現在香港時間早上 因為佛誕 明天大家放假 所以我也不會這麼早 因為很多人都還沒起床 是不是 我等到大家 我也不會像昨天那樣 吃了整節 放心 我等下 明天早上 香港時間再見 會不會這麼早 你呢 好 我等下 我等下 你呢 我等下 我等下